不过我觉得 你们有了孩子也很幸福 今天在车上的时候 就给他女儿一直在拍风景 给我羡慕坏 就是我说出来 你当心点 我现在 他一天 完他又夸他了 虽然坐得那么远 他可以飞过来的 一条坑飞过去 我最不允许他说的一句话就是 我最不允许他说的一句话就是 有了孩子都会好 我说你自己作为一个人 都还没好 你凭什么要绑架我的孩子 凭什么你要借助他成为一个父亲 你就会成为更好的人 但是有因就有果 也是因为你们有了孩子 这种牵绊的感觉 然后有了孩子中间的这个纽带 可能会让感情变得更好 他不允许别人反驳他 对 那是因为孩子让我们变得更好 而不是他让我这段爱情变得更好 这是两件事 是 也是因为你们有了孩子 如果没有呢 如果没有呢 你会现在觉得它是为了孩子跟你在一起的吗 吵架的时候我会拿着说事 你看 孩子不是你想要的吗 你在说你们俩的关系和问题的时候 你一直在说孩子 让别人会误会觉得你在拿孩子绑架他 我有的时候会觉得没有孩子 我俩可能真的就分开了 我们在这地上画一个小人 然后我们躺在地上 他在中间怎么样 躺在地上那是他不够高 那可以让那个飞的拍一下我们 想拍一张可以送给孙文娜 她是因为听到这个才回来了 快 快 快 我们快一点 因为我们的小孩就是给我们的礼物 所以他代表我们的孩子 我觉得他没有关注到我的感受 他所有的东西都跟孩子有关 那宋老师 你是因为这个孩子跟他在一起的吗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 我们俩在一块就是特别好 就是谈恋爱 谈恋一个月特别开心 他一个月特别开心 然后孩子就来了 那我可以觉得说你当时 事业没有起测 各种东西都没有 那只有他怀了你的孩子 那是你当时唯一能拥有和抓住的东西吗 应该是 所以那会儿你是爱他的吗 你刚才一直他在说 他在说他的怀疑的时候 你没有否认 我觉得他的感觉是对的 他的感觉是对的 一开始我们俩本来就是 就有点一见钟情的意思 然后呢一切都是好的 然后但是当孩子来了之后 他 变了一个人 所以那时候我对我爱不爱他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确定了 完了 完了 谈恋爱 谁不想小鸟依人啊 谁不想开开心心的 每天都跟你亲亲我我 被你保护 我刚开始跟他谈恋爱那十几天 没怀孕的时候也是那种状态的 但是我那一瞬间就已经有孩子了 我立刻就觉得说 这就是我孩子的父亲 我一下就变得特别现实了 就立刻我就就好像有点翻脸不认人 就柴米油盐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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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